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回到Tony的频道 还是先看后赞,盈利不断 这是我的Twitter account Twitter的话,我发了之前发了两个图 对吧,这是10月29号当时那期视频里 我的一个截图 看过我视频的,熟悉我频道的 应该对这张图非常的熟悉 我当时是怎么推演的 新来的观众呢,欢迎订阅 然后看一下那期视频 那期视频应该是156吧 不是156就是155 反正我没看过的都看看吧 好,大概什么意思呢 当时不是这个涨势 周二反弹的时候涨势如日中天吗 大家黄的一批,对吧 Tony说了,在这个地方一条横线 拦住去路 下面就要碰到天花板之后 被天花板弹下来 这个小箭头是往下走的 然后一直要弹下 这个200均之下之后 然后到最后接触到年线 那时候已经到32003100了 不得,sorry 这时候还在3400以上 等会我们看一下具体点位 然后呢,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月反弹 直接反弹到这个高点 现在这个高点能不能到3800 咱们还是表示,还要看 当时我当时是打在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在3800和3900之间 一个月反弹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点位的话 那我们的空仓就要撤掉 要做这个月反弹的一个上涨波段 这回月反弹 咱们可不能说 空仓可不能留着 那扛不起 好,这个大致的推演呢 大致的框架不会根据一周两周 它就会改变的 咱们来实时的追踪一下 这周的收了 这周呢正好收了周线 今天我是11月5号礼拜六在做视频 大家看一下这个周线收的 就是说它完全盖住了 它上面还有一个上影线啊 下面有个下影线 然后呢这个body呢还是蛮长的 它整个呢是盖住了左边的 这根K线 MA120这个紫色的K的阻力 还是蛮强的 它甚至都没有过3900 这两个短期均线 是MA20 在周图上它连MA20也没有过 然后MA20体现了一个非常effective的 一个阻力 好,第一根周K线收下来之后 就是完全按照Tony的推演 之前的推演再走 至少第一步走出来了 咱们之后再慢慢的接下来看 好,我还是先把几个截图来讲一下 平时Tony跟群里在放的一些 我积累的截图和数据 这是美联储的total assets total assets 就是说它总的资产负债表的 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 现在总的资产负债表呢 它是你看一开始啊 前几个月的话 我们是表示怀疑的吗 不是啊 然后它基本是持平当时 估计是还没有正式启动 或者启动的时候有一个滞后 但之后这个阶段了之后呢 你看这个下降就已经非常的快了 然后从上期Tony视频来 记得我上次说的时候 这段尤其的就开始加剧了 你看这个斜率啊 就是越来越快 这两个箭头它表示不同的一个斜率 对不对 这里大家看图的话 这个要掌握一下这个斜率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斜率在数学上大家都学过 这个这个角度 这个这个角度和这个角度 这明显的这个c他角呢比较大 斜率越大的话说明呢 它现在的降速就是越快了 这个速度就越快了 速度在变快 同时在你看这个二节导数加速度的话 说明有一个加速度 有一个加速就是这个A啊 你的车等于是在加速的在行驶 他买联储呢 负债表也在加速的往下降 好 大家读图的时候 这就是大家读图啊 从图里得到的一些信息 同时上次老报回答记者问 在FedMeeting的时候回答记者问 有一个着重点 这个我也是截图下来的啊 大家的之前 他的圈勾勾点 我觉得非常值得这个重视 We want to get the policy rate to a level where it is where the real interest rate is positive 好 什么叫real interest rate is positive 这个real interest rate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不是现在的terminal rate 对吧 terminal rate我们在4% 5% 明年假设涨到5% 甚至更高 这是美联储的一个利率 但是它必须要减掉inflation之后 才能叫real interest rate 现在的inflation是8%以上 8.1% 所以说现在是负的 就算明年它降下来 假设啊 我们假设一下明年它降到6% 然后呢 美联储的利率涨到5% 那它还是负的 还是负1% 那大家从这个解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就是说要么它的CPI明年呢要大幅下降降到5%以下 那它的5%呢才能够产生real interest rate 正向的interest rate 那要么呢 CPI不降下来 假设CPI非常粘的 保持在6% 尤其是现在失业率 大家也关注一下 失业率根本就没有升上去 所以说呢 这就造成一些粘性的这个通胀在那 就是下次CPI meeting 马上也到了11月14号 我们要着重的看一下那个 现在呢 我等会儿把那个克利夫兰的 现在的forecast拿出来看看 对吧 还是在8以上 假设明年 还是在6的话 那它5%的现在terminal rate就不够了 这就说明这个5%并不一定是上限 而且老报已经说了 我并没有上限的 而且持久度也没有上限 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对吧 它只要不到2% 那我就会持续涨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涨到5% 涨到6% 都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这些事情花街 是不会拿来跟你说的 对吧 它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 作为头版头条呢 它就是把那些对它比较重要的 能够套韭菜的那些消息 它把它无穷的放大 而真正的消息 你能只能自己呢 从这些频道里吸取 还要呢 你自己要有这个分辨的真伪的能力 你要是有疑问呢 你就多follow托尼的频道 托尼也不是说自己的 我托尼也也看很多的频道 我当然是根据我的视角来看 我认为有价值的 对吧 对我有价值的一些信息 像一些很多博主 他的信息对我毫无价值 我是一般是不看的 我只看对我有价值的一些经济的 基本面的一些信息 据说从我的视角来总结归纳呢 然后你看了我的频道 等于是我在第二集已经总结归纳过了 你呢第三集level three 然后呢你得到的是我已经总结归纳之后的一些视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好回到这个real interest rate must be positive 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美联储他们的加息 加息的这个步伐速 包括这个速度 大家都是和力度是不要怀疑了 不要再表示有怀疑的这种 如果你看到比方说那个狗圣了 或者是摩根斯丹利了 有那个bank of america 那个官员要爬出来说了 哎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经济现在下滑的厉害 是美联储啊 那么是赶紧写信 是不是赶紧给我们停一下吧 哦那不是英国央行已经放缓了这个加息的这个速度了 哎呀那是不是美国也会放缓啊 马上开始炒作 然后一群韭菜看了这些炒作了之后 心里就慌啊 慌的一批就来了 各种的doubt就来了 对吧 那时候你就仔细的回顾一下这个 老报讲的话 好我们每周都要温习下克里夫兰的这个CPF forecast 现在来看的话 马上要出的是10月份的数据 10月份的数据是在8.09 现在的forecast core呢保持不变在6.58 现在来讲的话还是居高不下 同时老报也说了啊没有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往下走就是说inflation还没有看到大幅度的往下降 基本是保持一个持平啊 从那刚才看图不是说了吗 你要看这个下降的一个斜率对吧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下降的斜率这是美联储最不希望看到的 他在这个呃讲话中和回答记者问也表示了这个这一点 好刚才是一些数据来呈现一些基本的面基本面啊 同时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财报周了之后哪些啊 暴雷的是不少的 随着利息的上涨呢 现在估值也要被往下杀 整体来讲的话 PE就要往下杀 EPS往下杀 所以说现在对于那些没有盈利的公司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大家投资现在就别说投了吧 就是说你根本的根本就现在股市还没有到底 大家就不要老想着什么超大底啊 超大底 你可以拿着现金等着超大底 你要是有有耐心的等 要等到明年 等到明年年中的时候 咱们再来看 甚至那个月三浪反弹的时候 看托尼的视频 月三浪反弹到了之后 托尼肯定会说的 现在我们到了月三浪反弹 那时候你超个底可以 也没问题 因为那个那段时间的话 应该会上涨不少 但现在来讲的话 绝对不是超底的时候 尤其是这根英K线出来了之后 从K线上来讲的话 这是乌云盖日 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下一根K线大概率 托尼说大概率就有点保守啊 就是有点文兜兜 其实就不是在托尼这儿 下一根K线必然是阴的 就是这种 对吧 阴的往下走 好 K线指标的话 一般是超前的 最最早的指标就是看罗K 啊 真正的技术分析者 一般是首先看罗K 然后呢 再看一些这些之后的指标 包括MACD了 S2 之后呢 Tony开了会员视频会 这个教大家怎么把这些指标都设计好 然后我的这个技术交易系统 是怎么个回事 现在在会员视频 我已经发了一些学习材料了 包括波浪理论是怎么回事 对吧 啊 Tony经常画一些这些波浪 那你可以问了 你凭什么就这么画波浪 这是有波浪理论的 这是啊 Eliot Wave 对吧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是什么 Tony这边有学习材料 加入Tony的视频 免费拿学习材料 好 我们再继续的看一下这个周图 周图来讲的话 这个M160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拐头率 是这么往下拐头的 它有两根这个均线 双均线系统 Tony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啊 大角度的往下切 Tony在在说这个 对吧 同时的现在purple线 是比较好强的阻力 这边是 immediate阻力 就压在他头上 你看这根阳K的话 他再怎么阳 他还没有过掉这个 这一组 这一组均线 就是这一组均线 这一组均线一直是这么走 走下来的 现在还是表现了强的压制的能力 英K下来了之后 就说明这个他他已经过不去了 他下面只能往下走 不能往上走 他最多在这里做一个盘整 等会我们打掉这个小图 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盘整 啊 他现在还是在准备冲击这个200D 这个M200 M200的话第一次试探 第一次试探已经试探反弹了 然后第二次就是要跌破 第二次跌破 之后 然后之后有一个反弹 这就是我的最早的那个图上显示的 大家对这个不要有怀疑 这个均线系统的来讲的话 Tony一再说了 你可能是不太了解 什么叫均线系统 这个没问题 啊 这个均线系统呢 他走呢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Tony这句一两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 就是最简单的规律来讲 Tony一再来讲 这些大均线呢 他的刚性比较强 他很难很难容易拐头 这个M160拐头了之后呢 就是说他很难 你看他的弧度 他必然会保持这个弧度 你要是想把他弧度改变 你的K线必须要大幅度的站上了之后 很快速的冲击 然后呢 长时间的站在这块区域之上 4200之上 他才有可能这么拐头 然后向上 对吧 这都是均线的规律 这不是人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短期的这么一波向上 没有打到K线 没有站在均线之上 那是没用的 你看他完全没有拐头 没有拐头 这时候均线呈现的就是一种压制力 而不是这个均线 就说到均线这个 他有压制力 有吸引力 对吧 还有排斥力 他的刚性还不一样 这个讲究就多了 加入同内的视频 加入同内的频道 不是什么频道 那个会员频道 会员 啊 同内的会员呢 是这个收费的 大家还是非诚勿扰 然后 这个description下方 有这个具体的telegram的handle 和怎么联系我 加入同内的群的话 在同内群的同内的指导下呢 你就会对这个有深入的了解 好 从上期视频来走的话 上边这不是做了一个顶部中枢吗 顶部中枢这个月二浪结束 周二浪结束了之后呢 他不是开始往下走了吗 最后呢 周五出了这么一根羊K 大家是慌得一痞又来了 对吧 4100的声音又出现了 这个之后会不会马上呢 就是等于是这么反弹上去呢 大家呢还是稍安勿躁 现在呢我认为他这个在这个区域啊 做一个整理也是完全合乎行李的 这个黄线 看到黄线现在有点持平 他持平没有往下切 这就是造成了这地方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大概在3720左右 通宁当时在群里都是实时发布 说在这里要做一个中枢 然后当时我们的空单就是说在高处 进 就是一开盘我们买的spxput 就到了这底部就要止盈了 然后我们的特斯拉也这个止盈了 空仓继续拿着不动 长期的空仓拿着不动 短期的空仓 你可以这个高抛低息 对吧 好 现在来讲的话 通宁认为他就是在这么一个盒子 我画的盒子的区间里做一个盘整 托尼说了历史惊人的相似 托尼有一期视频 历史惊人的相似 那期视频 大家是非常不信的 153期 大抵到了 拨开迷雾历史惊人的相似 托尼当时就阐述 我们这一段的走势 跟当时哪一段非常的相似 必然他见顶了之后就会往下跌 当然托尼那时候分析呢 跟左边的 等会我说一下左边哪一块 然后他 他的走势呢 不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呢 是跟另外一块走的非常像 托尼马上会说一下 但不管怎么样 大致的概念在那里 那当时呢 鱼二浪 啊 不是鱼二浪 老说错 这个周二浪反弹的时候呢 是如日中天啊 那多头那个肯定是不愿意听到 这我说的呀 对吧 无穷的留言就在下面开始 这个啊 也不能说叫喷 人家是这个多头 人家是多头 然后说反正就是说不相信呗 啊 人家有自己的观点 我我是要拿涨的 我要看涨 现在我更确定了 我要买涨 那你买涨了吧 你买涨了 你现在是不是被套在这个山顶上了 这这这无穷的留言啊 啊 当然是有同意的 有不同意的 这个这个大家都可以讨论 没问题的 对吧 你可以也可以买涨 也没问题 但是呢 现在回来来看的话 那是不是事实告诉我们 他是不是 不是 见顶了 开始往下走了呢 好 现在事实证明了 市场告诉我们 我们市场说 我现在就是一个 我之前走的这个 就是周二浪的一个反弹 这什么叫周二浪反弹 什么叫日线二浪反弹 这个东西呢 是波浪理论的术语啊 呃 我这里也不能展开了 这个 总之不根据波浪理论来讲的话 现在我们就是经历了这个拐点二点之后 下面就是要走周三浪的下跌了 这是波浪理论决定的 而且波浪理论呢 是在以前你看 托尼的系统包括波浪理论 你看我所有的视频都是要根据波浪理论来讲一下啊 均线理论讲一下 还有其他的 对吧 双系统印证了之后才能保证托尼的胜率 这两个系统是经过实战千锤百炼的胜率极高 你看托尼的之前的视频也能看出来 对吧 现在托尼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的粉丝和这个群友 那是因为这个系统的胜率决定的 托尼不敢保证100%的胜率啊 没有这样的系统 这个胜率这个系统的胜率能达到80%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胜率系统了 甚至60%都是一个很好的系统 这是从长期走势来看了来看的话 然后就算有时候你这个啊 20%的胜率啊 失败的 比方说我现在就说啊 系统只是错误了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仓位管理和这个risk风险的管理来把他风险降到最低 好 回到这个记录分析下一步的走势 啊 这里来讲的话 从这个MACD来讲的话 他是在往下走的 这个是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stochastic来讲的话 有一点超卖 他有可能会往超买走一走 就说明在这段区域呢 他会盘整几天 他并不是说今天盘整完了 明天就能跌 Tony认为他可能还要盘整 在这里盘整两三天啊 甚至时间更长 然后掉下来 掉到下一个盒子了之后 然后在这继续盘整 再掉下来 这是Tony的这个12345这个小浪 你看 是这么画的 这一段跟左边哪一段特别的类似呢 是要往前拖 拖到这个三月到三月底的这么一个周反 你看 之前这一段呢 也是做了一个底中枢了之后上来 然后打了一个延续浪之后 打到了4607 4632啊 最高点打到了4632呢 打到了顶点了之后开始往下走 你看他的小浪的结构 当时的话 也是有一些波折的 你看下来了之后连涨了 这就是四小时啊 连涨了三根K 然后又下来又连涨了三四根K 所以说每次这个小反弹的三四根K呢 都是没有创出新高 而且是lower的high 你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均线呢 是完整的再往下走 然后直到打到了一个中枢 打到了一个中枢 在这里结束 现在我们 我认为我们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中枢 中枢完整了 完成了之后 就会继续下到下一个中枢 OK 我们呢 跟这段的走势会非常的类似 可能不完全一样 但是现在根据从那个判断来讲的话 是走势非常的类似 所以说大概 大家呢 把握住这个大形式 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的操作来讲的话 就要高抛低吸 在这地方高处拿到的筹码 我再打的放大一点 我们在378037就3778吧 这个它不一定能达到3800啊 3800基本就是它的上限了 在这个地方拿到的筹码呢 基本就是比较高 比较好的 非常好的筹码了 那时候拿着这些筹码就作为底仓不动 然后你剩下的有一些仓位 你可以在高抛低吸 比方说你在这里拿到了加了一些extra的10%一些筹码 到了这个下步的时候 他就说还下来 一直下到这个3601 3600 那时候你就可以止盈了那10% 然后呢 他到时候有一个反弹 直接反弹到3670 假设啊 这是突然现在给他的示意图 我认为大概率会这么走 当然到时候也会做出调整 3670的时候 那你的底仓没动 对吧 底仓还是赚钱的 因为你底仓是在这开的 3780开的 所以说你就不要把底仓丢了 但是 有的群友可能就问了 为什么我不全止盈呢 你全止盈了 在这里如果假设全止盈了 万一错了呢 那万一啊 这都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市场的判断 市场不可能按照托尼的想法 他就这么走 他总要just 对吧 到时候呢 他直接往下掉 那你不亏大了吗 你那个仓位全丢了 到时候你在这里不可能追入 你肯定是在3570左右 到时候再追入 然后到时候他再来一个反弹 你全部套进去 不麻烦了吗 所以说你就听托尼的策略 OK 刚才呢 底仓不动 一直到了这 然后在这呢 也没动 然后呢 到时候他最终这个 这一段浪结束了之后 他打到3500 那时候底仓到时候 我们在考虑止盈 一些部分 托尼甚至建议大家都是 真正的底仓的话 是永远不要动 除非你等到了这个月亮反弹的时候 啊 否则底仓根本就不要动 拿住了 下周大概率的话 在这个地方盘整了完了之后 会直接的到封掉这个缺口 进到下一个盒子封缺口 你看这个MACD是明显的往下的吗 尽管他这个stochastic有 他stochastic他是个oscillator 他必然的会这么上下的这么这么走 他总会有上下的 对吧 这个呢 你不用太担心 他但是他的趋势是往下的话 他就算这么的震荡 有时候他这个上啊 他就用这个中枢震荡 把他化解掉了 就是说他的能量啊 他并不能说造成价格的大幅上涨 他价格呢 也就是中枢震荡就把他消耗掉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看到一根k线就很担心啊 啊 现在来讲的话 ok 咱们来退一步 假设 从多头的方面 咱们来思考一下 换位思考 有没有可能现在进入多头 首先这个多头的困难是重重的 首先他的k线必须要站上这个box 这个啊 我的中枢的顶部 3800 他站上了3800站上啊 这个站上这个用词 大家要注意了 站上的话 就是说 不是说一根k线横切 或者是一个影线打到 那都不叫站上 站上的话 是这么他开盘 在这个线之上 缩盘也在这个线之上 最好是一根绿的k线 这叫站上 而且一根k线 有时候往往还不能决定 出了两个小时的k线站上了之后 你看这个上面的大均线的阻力呢 就马上就起到压制作用了 首先呢这个purple线也在这压制 他还要站上这些线 他要很大的能量 才能 才能冲过这个阻力区啊 这基本就是不可能 就是小概率的事件 托尼又来了 什么黑天鹅事件 才能造成这种小天 小概率事件 黑天鹅就是小概率嘛 1%2%的事件叫黑天鹅 首先呢 他在这个 我还是打到这个一小时图子放大一点 还有一种就是说啊 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个头肩顶啊 现在我认为就是一个头肩顶了 这边是一个顶部高点 然后这边是一个尖 这边是第二个尖 这不就是头肩顶吗 他跌破了头肩顶的 已经跌破阶线 回踩阶线了 这从结构来讲的话 是这么走的呀 就是说下面还是大跌啊 根据这个 就是说两个系统的话 你如果把这个概率加起来 他对这个概率不就大了吗 好 退一步来讲的话 他他这个再接触一下这边的境线 这边境线通知说了 在3810左右的话 是一个强阻力点 他是过不去的 假设再退一步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了之后呢 他到了这边 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右肩啊 在这里形成一个右肩 也是有可能的 那不是回到了3860吗 3870 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他下来的话之后 也是一个头肩顶 这个头肩顶下来了之后 也是大跌 那要重回牛市怎么办呢 重回牛市 你得逆天啊 各种小概率都得发生啊 这种 就是说 地球上有生命的概率 是多少啊 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 是one out of one million ten million or something 小的小的又小 就是说地球上有这个生命啊 是一个小概率世界 完全是基本 就是说 不可能的 所以说星球可能要多啊 才能找到新生命啊 说到这个概率呢 就是说 所有的条件 你得反符合了 才能回到上涨的一个概率 咱们再来说这个 好 一小时毒生的话 你首先要呈现出这个涨势 然后从小级别 一般都是从小级别 三十分钟 然后甚至五分钟 你现在也出现这个涨势 对吧 现在五分钟应该是涨势 啊 然后 一小时啊 三十分钟 一小时 四小时 我们现在打到一小时 首先这个一小时的 你看 这个MA160 你首先你得让它横过来啊 拐头向上 对吧 然后这边的均线都要这个马上 这么 这叫金叉 金叉向上 然后这个K线呢 你得到了这之后 受到一些阻力 在这站上了之后 然后又站上这个地方 这个K线要站上这个地方 盘整一段时间 然后又继续能量 在这住了一个平台之后 又继续向上 你看啊 这个 然后呢 又站上了这个 这边的阻力区 这个地方都是阻力啊 就说上面的阻力重重 你要突破这些所有的阻力 都就是小概率事件了 就像地球上孕育生命一样的 你得有水 阳光得合适 温度合适 所有的一切都满足了之后 OK 小概率事件 它可以重回 涨势 那我们既然知道 它涨势的路径 大概是这样的话 就密切关注一些 重要的一些点位就完了 和一些阻力区 它又没有通过 比方说 对吧 3800它又没有通过 你首先你要通过了3800了之后 那那时候你担心害怕 比方说通力在群里也会实时直走 我们会降低仓位 我们会做出相应的这个对策 我们也不能铁头的就是堵它 就是说 不可能向上 对吧 出现了一些信号了之后 那我们就按照系统办事 你涨上了3800 我们就捡一些仓位 或者加一些对冲什么的 都可以 就说等到系统告诉我50%以上的概率是上涨的时候 那时候才叫趋势反转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指数和一些个股 QQQQQQQ呢已经进到了第二个盒子 这第一个盒子中枢在这里震荡了之后 它已经二浪 这是小二浪 然后呢 已经下了一个台阶进到了小三浪 啊 你看到他的中枢呢 就是说他比SPX走的快了一步 这不是另外一个端倪吗 就是说 人家QQQ已经往下跌 跌了一个中枢了 你SPX大概率也得不也会追随 对不对 概率又增加了10% IWM我认为他在这个小通道里上升的一个通道里 也在做一个五浪的下跌 现在呢 是1234这个一个中枢 那跟大市呢 差不多 大家都在做中枢整理 啊 这个是三浪到四浪的一个中枢 等他中枢这个高点 可能还要往下走 走到这儿 直接能不能跌破呢 Tony不知道 不能不敢保证 说不定他又再往上走一个 再走一个lag 一波小波 走到179 然后再下来跌破 也是有可能的 啊 反正他盘整的时间越长了 他往下跌的速度会越快 和幅度会越大 那时候可能就直接冲破这个上升通道了 最近的DXY主要是他这个回调的比较大 也造成了这波这个中枢盘整 Tony看到这个DXY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的话 他现在坐落在这个中枢均线上 啊 日图我打到日图中枢均线 Tony之前给他的一个下降通道的这么一个盘整 果然他到了这个高点之后开始往下走 有没有可能直接到我的E点 我之前的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推演 有可能他会到我的E点 ABCDE 啊 到E点 寻求这个中枢均线的一个支撑 这个E点呢 大概在 110比6 110一点 但就算到了E点得到了支撑之后 这个整个的这个pattern 东旅不是说了吗 这个下降通道的这个一个pattern 嗯 他就算走在这 得到了支撑了之后 然后还是反弹向上 然后这个地方他就大概率会突破 然后继续做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 那时候就是爆发性的一个上涨了 现在呢 他等于是在做一个回调 啊 美元指数如果是这么走的话 啊 可能还要继续下跌一段时间 这个美元指数和这个市场的这个关联性啊 我 这个关联性呢 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有关联性的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关联程度多少的话 托尼也不具体的不大清楚 呃 也不能完全的说土市场降啊 美元指数大降呢 市场也要跟着大涨 也没有这么一说 你看他美元指数他上周的话 他降了他降了这么厉害 他 市场也没有说大涨啊 也就是做一个中枢啊 没有创出新高比方说 对吧 所以说美元指数 咱们观察着 也不能玩啊 系统呢 也要考虑这个 但是呢 也不能说作为权重很高的一种参考 而且呢 美元指数 按照托尼的预计 他回调完毕了之后 还是要大涨 这是他的大形势 所以说 对空头来讲 这个关联度如果还在这儿的话 对于我们空头空方来讲的话 还是有利的 好 这是通力对美元指数的解读 确实你看他MACD的话 现在是在往下在走做一个盘整 这个也在往下走 就是说短短期来讲的话 美元指数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他还是会到大概率啊 通力觉得他会到这个这一点 大家要做外汇的话 那就要注意一点 比方说那个欧元和欧元兑美元的话 那就要上涨 在短期 群友现在在问TECS TECS 我一看这个是做空 三倍的贝尔Technology 这个图形你一看的话 跟SQQQ差不多 所以说 如果买了SQQQ的话 这个甚至他的幅度还没有SQQQ大 如果想要大Leverage 就直接SQQQ就完了 不要重复的买TECS 这两个可以当做同一类来处理 好 我们来回到SQQQ SQQQQ的话 现在是一个底部中枢 这个弹起来了之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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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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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